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拉 那么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因为九字绝呢 卓格拉跟大家分享完了 所以接下来呢 今天开始呢 卓格拉会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奇门遁甲招财术 相信由于疫情的关系 又或者是平常时间呢 很多人呢 都希望自己呢 能够裁员滚滚来嘛 那么今天呢 就要为大家揭秘哈 那么总共呢 会有五集的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奇门遁甲的这些招财术的啦 好不好 好 那么在你妈妈进来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走 我们一起看看下吧 有什么样的招财术你可以做的啦 好 很开心你们又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好 首先呢 那么第一个的这个招财术呢 就是讲说呢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玩这个偏财的话呢 那么你身上呢 就可以佩戴这个五地钱 或者是时运钱的吼 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助你们呢 增加这个财气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五地钱到底是哪个五地呢 因为有不同的环地嘛 你们去买这个铜钱的时候 又或者是说呢 你们可以呢 直接买呢 他们创好的这个五地钱的 那么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里面有五个环地 我们只可以要这五个环地吼 那就是顺治 康熙 乾隆 雍正 还有这个家庆的吼 这五个环地吼 那么 卓格拉讲出来呢 是没有根据他们古代的这个顺序去排的 你只要记得有这个五个环地就可以得了啦 如果呢 你是在外面买的还没有创好的 你买好回来的 你就把它创成这个五个环地创在一起 之后呢 挂在这个腰间的 那么除了可以招财之外呢 它也可以防止这个长颜 还有这个小人的陷害哦 那么如果说呢 你配戴这个五地钱之后呢 你有进入这个善家吼 就是人家办善事吼 又或者是说呢 有进入一些不干净的场所吼 尤其是像酒吧啊 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环色的场所的话呢 那么你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个五地钱呢 拨一拨弄它 还有就是讲说呢 你离开这个场合之后呢 你可以用箭子吼 就是九字节里面交的箭子呢 在手掌心呢 画上五横四数之后呢 写上除字吼 然后之后呢 再盖在你的这个五地钱上面 就可以去除掉这个污秽的 那么平常的时间呢 如果说你有进入这个庙宇吼 有去拜拜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把你这个五地钱呢 拿下来 之后呢 在这个箱上面呢 转三圈 之后呢 再把它带回身上吼 这是所谓的加持吼 因为这些所谓的五地钱啊 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产品带身上像活拍那样子吼 都是需要这样子去做 因为它的能量呢 会没有掉的吼 需要重新再去熏烟加持一下 当然如果你平常时间呢 你在家里面呢 你有点这个塔香 或者是你有点香吼 那么你都可以做这个动作的 那么如果说你买回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去找任何的师傅开关的话呢 你家里又有神台的话吼 你可以把你这个五地钱呢吼 板成了一串之后呢 放在神台上七七四十九天 就是所谓的四十九天之后呢 就可以帮助到你吼 增强这个开运的能量的 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吼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你要准备一个小红袋吼 那么这个小红袋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楼上呢 最好呢 是有一些的金银肉丝的 是五十元中硬币赚的嘛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就没有吼 那么你可以选择放什么 如果你有股币的话 你也可以放股币 但是不建议放太多的股币啦 最主要呢 是放现代有的钱吼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就放一些的这些硬币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加上一些的纸币吼 假设说你想要放一个五十块马币啊 一百块马币啊 都可以吼 放在这个小红袋里面 之后呢 你再拿一张纸吼 写上自己的名字 还有自己的年月日吼 还有时程吼 写了 再放进去这个小红袋里面 那么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很重要 就是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吼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小红袋呢 挂在你经常进触的这个房门吼 当然啦 你可以多做几个 假设说你可能很常进触这个房间的房门啊 你书房的房门啊 或者是说呢 你家的这个客厅的门进触的 但是记得如果客厅家的门呢 尽量把这个房间的房门啊 或者是说呢 你家的这个客厅的门进触的 但是记得如果客厅家的门呢 尽量把这个房间的房门啊 你书房的房门啊 不要让人看见说里面是有钱吼 以防召这个贼道的劫了 好不好 那么你就可以挂上去哦 久而久之 你的财气吼 就会累积的越来越多的了啦 记得吼 是要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才可以挂上去的啦 那么第三个呢 要教大家呢 就是制作八卦造财包吼 那么在这里呢 你也是需要准备一个小红包吼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红布吼 把它缝成一个包的形状 之后呢 你在这个布上面吼 你可以用画的方式 如果你画画不错的话 或者是说你用买sticker贴的方式吼 贴上一个八卦的这个图案的吼 你们可以去上网下载之后呢 把它影印出来 然后贴在这个红布上面 或者是这个小红布包上面吼 然后之后呢 在里面呢 再放上五股吼 那么五股有什么呢 就是红豆 黄豆 绿豆 黑豆 还有这个米的吼 那么你可以取少量 这一包东西呢 你可以做大 也可以做小啦 那么当然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就是你要挂的这个方式呢 可以承受多少的重量吼 你才去做大小 那么除了五股之外呢 你还要加入食盐的 那么如果你可以加入粗盐的话呢 是最好的吼 然后之后呢 你再拿着红线同样的吼 把它绑起来吼 用来挂的到时候 记得要绑一个可以挂的这个结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是在每逢春节的时候呢 你们去挂的 然后现在已经是在年中了嘛 大家同样的也可以做了挂上去 那么如果你要损好的时程呢 就是这个诚实 7点到9点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把它挂上去 那么这一包东西呢 是每一年都要换的吼 因为它除了可以为你招财之外呢 它也是可以帮你去汇气的 那么这包东西呢 其实它要挂在门廊啊 挂在残有人净触的吼 或者是风会净触的这个窗口啊 或者是这个门呢 都可以吼 那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帮助你风生垂起吼 招来这个钱财的 也可以帮你凝聚这个人气 增加你的运气 但是最主要记得吼 还是一样的吼 每一年呢 都要换一次的 好不好 好 那么第四个呢 其实呢 佐格拉之前呢 在有一个生肖的影片里面有讲到呢 就是你们可以佩戴一些适合你们的这一些饰品的吼 就比如这个天珠啊 水晶啊 八卦玉佩啊等等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呢 必须要经过加持开关的 哦 那么如果说哎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人家帮你开关的话 你家有神台 或者是你朋友家呢 有神台呢 你就可以把这一件物品呢 放在楼上呢 49天之后呢 你才拿来佩戴的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一些物品来讲的话 最主要呢 是可以融合到你自己的能量 适合你的饰品呢 你才去佩戴的 那么佐格拉那天星期二的时候呢 也是有发布了一个影片哦 关于这个欧根能量的物品哦 那么这一个呢 当你佩戴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调整 跟你能量调节在一起 整合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了 这就是帮助你们开运 还有帮助你们心想事成的另外一个方法啦 好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方法呢 要教大家的呢 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个圆盘哦 准备这个圆盘 那么记得哦 这个盘子呢 你要必须就是讲说呢 你不要再去用它的了哦 因为你做了之后呢 你就要摆着的 好不好 那么这个圆盘来讲的话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买新的 那么之后呢 你就要准备 最好前面佐格拉有讲到 如果说你的国家呢 是有五元硬币 十元硬币的哦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些硬币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是没有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两毛钱跟五毛钱的 那么当然你要再加上一些的纸币也是可以 为什么要用硬币呢 因为硬币有重量哦 才能够为你招来有重量的钱财啦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个硬币要怎么样子用呢 首先你要准备五块钱的这个硬币哦 五个哦 然后在这个圆盘之中呢 你摆成一个圆形 那么之后呢 你再准备十个哦 十元的硬币呢 在这个五元的硬币外面呢 再摆上一个圆圈 之后呢 拿一把毛笔哦 在弄上这个朱砂 那么朱砂它是粉钻的嘛 当然你有可能买到这个水钻的 液体钻的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你是买到粉钻的话 你就可以参一些的白酒哈 参一些白酒的之后呢 你就拿这个毛笔点上朱砂 在这个圈的中间哦 点上一点这个朱砂 那么在你点好这个朱砂之后哦 你就要念上你自己本身的名字 还有你的畜生年月日时哦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时间的话呢 就不要紧 你只需要讲年月日就可以的 之后呢 你再大喊上升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上富贵身材这四个字哦 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一盘东西呢 小心一点哦 不要捣乱它里面的这个正法哦 你就拿去放在屋外 或者是说呢 有太阳晒到的这个窗口哦 去晒这个太阳的 到网上呢 你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但是在这里要切记哦 当你要网上要收的时候呢 不是说你可以把钱给收起来哦 而是你需要拿一片红布 盖在这个盘子上 之后呢 把它收好它哦 你可以放在你的彩位 又或者是说你可以放在一些比较干净的地方 那么每逢哦 每一月的农历十五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呢 去照这个月光的 那么如此的这个方法呢 连续四十九天之后呢 就可以让你自然而然的裁员滚滚来了 好不好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周格拉基要跟大家分享的奇闻断甲招财术的五招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最主要呢 有什么不明白呢 要在底下留言给卓格拉 知道啦 好不好 多多与卓格拉交流 卓格拉呢 也不会吝啬去跟大家分享任何的这一些知识的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